眼下立夏节气已过 多地开始了夏粮抢收和夏季田间管理等工作 在湖北当阳草布湖农场 数十台收割机运粮拖拉机正在麦田里穿梭 当地重粮大户趁着请好天气抢收小麦 为确保夏粮丰收 当阳市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 抓好农机具调度开展跨区作业服务 这段时间 江苏盐城的蒜苔也进入了收获期 在盐城市大峰区丰华街道 今年当地种植的12万亩蒜苔迎来了丰收 当地农技部门组成服务专班 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及时进行收割 在存储方面 当地还对50多家仓储冷库进行了安全专项检查 确保蒜苔入库保新 眼下正值马铃薯播种的黄金期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克山县 当地发挥大型农机具作业速度快 标准高的优势 组织农业公司 合作社 种田大户等 抢抓天气情好的有利时机进行播种 目前 10万亩马铃薯播种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在印象中